连环报!孙安佐遭同学报国中曾谈灭诗计划早有意图,曾向老师提出害人问题全班听完都还冒竖起。 孙安佐近期音像同学说会全服武装设番校园惨遭警方逮捕,一开始他公称只是玩笑自己没有买枪,但警方却从房间搜出多种武器,律师则解释这是万圣节道具。 不过最新状况为孙安佐的寄宿家庭帮他藏一枪支极子弹,警方找到了孙安佐私藏的枪支极1600颗子弹,惊讶不已18岁孩子怎么能够囤积大量军火。 根据Easy Today新光云报道,孙安佐目前被警方认定有极大可能犯下恐攻行动,警长更直言孙安佐是一位有问题的孩子,但因美国拥有子弹及枪支合法,目前孙安佐的罪行只有恐吓罪。 警方也在持续调查中,迪宾为了救子也请来了一位强大律师,据悉该律师帮助上千名青少年脱罪过,不过多数律师仍认为孙安佐全身而退机会渺茫。 孙安佐的导师与邻居更多接受访问,邻居相当亚裔孙安佐竟会犯下扬言恐攻的事情,但网络上却流出了一张现实动态截图,疑似是孙安佐的国中同学发动态激动写下,国中就喜欢乱讲话,问公明老师把尸体分尸根除鱼一起丢掉就不会被发现,现在乱讲话被抓走了。 而这张图的底图则是,新北市康乔中学公关室主任吴浩铭,和台北市司力威格高中教育主任郭方纯接受访问的内容,上传者似乎对郭方纯不认孙安佐读过威格高中这件事感到不满。 愤愤愤地说之前还请过孙鹏,现在装不认识。 康乔中学在事情发生后,也发声明说孙安佐确实就读过这里,但是后来已经转书,并不是交换学生,其他状况不方便透露太多,孙安佐事件雪球越滚越大,也只能等待4月11号法院会如何审判了。 真的一堆事情都连环道出来了,太可怕了。